几千年来,雷光紫文虎一族始终都与紫虎塔里的御外天神对抗着 就连上一任族长都已深化到冲入紫虎塔与之对抗 可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始终雷光紫文虎一族用尽了办法,也无法真正阻挡御外天神 那只御外天神与紫虎塔的融合程度越来越深 他所拥有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带给雷光紫文虎一族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现在紫虎塔不再是镇族之宝,而是灭族之祸 看似还耸立于紫虎城里的紫虎塔,已经完全无法动用 当年妖皇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毁了紫虎塔 妖皇有这个能力 紫虎塔可是雷光紫文虎的镇族之宝,怎么可能轻易被毁 并且紫虎塔一毁,与之相对应的紫文本源又会变得如何 后果难以预料 不到最后生死关头,不到走道无路 雷光紫文虎一族自然不会答应,妖皇也不会强烂 而且对妖皇来说,这件事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 就算是最终雷光紫文虎一族尸首,到时再出手毁了紫虎塔 杀掉玉外天神,也不算太迟 至于雷光紫文虎的死活,其实妖皇也不是太在意 王族确实是王族,可王族也不止他们一个 林墨宇如今十分能理解妖皇三族这种层次的强者 在他们看来,大道径之下,皆为蝼蚁 那时,妖皇能留下第二重空间,已经算是恩德 第二重空间,可以影响玉外天神与紫虎塔之间的联系 干扰他们之间的融合 同时,第二重空间也是一座阵法 可以扩大雷光紫文一族的力量 可惜,效果依旧不太理想 依旧挡不住玉外天神,只能延缓一点而已 如果不出意外,雷光紫文虎一族难逃灭族厄运 不过,妖皇也给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寻找拥有虚幻类大道的人 玉外天神害怕虚幻类的大道 或许这样就能解决掉玉外天神 就算解决不了,也能帮雷光紫文虎一族争取不少时间 林墨宇已经听出来 其实妖皇也没有太大把握 只是根据经验推测一下 这也说明,妖皇其实没怎么和玉外天神打过交道 更不可能杀过玉外天神 甚至连神宠都没杀过 雷天压根不知道自己的一番话 竟然能让林墨宇推测出这么多信息 在雷天把整个事情经过讲完之后 两人终于来到了第二重空间的核心之处 这里,整整八位气息强大的祖老盘西而坐 他们围坐成一圈 在他们中央 有一座虚幻的紫虎塔在闪烁 祖老们将自己的力量 源源不断注入到小小虚幻紫虎塔里 这座虚幻的紫虎塔 不断闪动着紫色雷光 发出阵阵轰鸣之声 而在八位祖老之下 是一片虚空 直接看到了紫虎塔下面各层的情况 在各层之中 都有大量雷光紫文虎的强者 盘西而坐 为紫虎塔注入强大力量 而这些力量 层次由低至高 推动着整座紫虎塔 塔里仿佛有一座十分强大的阵法 正在全力运转 林默宇发现 原本应该充满纯粹紫光的紫虎塔 上面出现了许多银色斑点 这些斑点就是一种病 牢牢吸附在紫虎塔上 不断蚕食着紫虎塔的力量 而银点只是表面现象 真正的情况 是紫虎塔内部 已经充斥着银点 整座紫虎塔 共有99层 现在从第一层开始 差不多三分之一 已经被荧光所占据 而且 荧光似乎还在向上蔓延 也就是说 紫虎塔最下面的三十层 已经无法再让 雷光紫文虎的族人进入 雷光紫文虎一族的根基 已经被动摇了 也正是如此 种族的气韵 才会忽高忽低 变得极不稳定 八位祖老见到雷天和林默宇 有人问道 族长 这就是你所说 拥有虚幻类大道的人 另一位祖老又说道 不对 我怎么记得那些小家伙说 那位领悟虚幻类大道的人 是个人族的小丫头 确实 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 那个领悟虚幻类大道的人 是个人族丫头 雷天当场愣住 他只知道 有人领悟了虚幻类大道 见到林默宇懂力量大道 以为就是林默宇了 难道自己找错人了 雷天自言自语 面露古怪之色 林默宇笑道 几位祖老所说的那个人 应该是林某的朋友 不过没关系 他会的林某也会 而且比他更强 其中一位祖老说道 据说 那个领悟虚幻大道的人族丫头 才只是道尊一境 道友已是道尊二境 那确实应该更强一点才对 他们并没有怀疑林默宇的话 作为祖老 一个个 都是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而且这八位 不是道尊八境 就是道尊九境 都是老祖宗级别的人物 林默宇是不是胡说八道 他们还是能看得出来 雷天道 林道友不止领悟了虚幻类大道 而且他还去了子文原地 并且在子文本原里获得了雷云 雷天每说一句 都让几位祖老露出惊讶之色 尤其是最后 还能从子文本原里获得雷云 这几乎就是天方夜谭 所有祖老都感觉自己 被最强的神雷劈了一样 感觉自己幻听了 说话间 雷天同时为林默宇 介绍了八位祖老 进阶最强辈分最高的那位 名叫雷洛 被称大祖老 至二百二十后 便是二祖老 三祖老 二祖老带着无法置信之色 你一个道尊二镜 怎么可能进入了第九重天 还能进子文原地 更别说在子文本原里获得 他话没说完 忽然眼睛瞪圆 几乎要掉出来 林默宇脚下出现了一朵雷云 雷云不大 其中的本原之力 却无比浓郁 云中一道道雷亭 勾勒出复杂无比的紫色纹路 几位祖老一眼就看出 这朵雷云出自子文本原内部 就连他们都无法得到的雷云 却出现在了个道尊二镜的人足脚下 不得不说 他们的老脸 和林道友相比 老夫简直就是废物 林道友好手段 老夫佩服无比 真好 真好啊 可是八位祖老 却一个个兴奋起来 一点也没有被打脸的不快 林默宇越强 解决玉外天神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他们怎么能不开心 现在获得雷云之类的 都是小事 真正的大事 是解决掉玉外天神 再这样拖下去 用不了几千年 他们这个种族 都该灭了 雷天观察着各位祖老的表情 终于放下心来 各位祖老 要不让林道友试一下吧 好 我们就详细和你说说情况 二祖老立即硬着 那模样都有些迫不及待 几位祖老身形挪动了一下 为林默宇空出一个位置 挪动位置时 整座紫虎塔都发出轰鸣声 林默宇能感觉到 塔内的阵法随之发生变化 八位祖老都是 坐在阵法节点之上 他们已经融入阵法 以本身的力量操纵着阵法 整个雷光紫纹虎一族里 有很多人都这么做 所以才能勉强阻止 玉外天神对紫虎塔的侵蚀 他们空出的位置上 显露出一个阵法节点 林默宇过去 一屁股坐了下去 刹那间 眼前的世界完全变样 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 由一道道紫色纹路构成 紫色花纹很美 也很奇特 这些紫色纹路 不像是符文 却构成了一座 强大无比的阵法 自己成了这座阵法里的一个节点 阵法里有许多节点 有些强大 有些弱小 最强大的几个节点 就是几位足老 而那些稍弱小的节点 则是雷光紫纹虎一族里的 各位道尊敬族人 他们齐心携心 催动着阵法 与玉外天神进行对抗 林默宇此时也成了阵法中的一员 和玉外天神更加靠近 灵魂中的厌恶感 也在此刻达到极致 耳边忽然响起一位足老的声音 林道友 你已进入紫虎塔的核心之处 你可以看到许多荧光 这些荧光 就代表着玉外天神 核心的阵法 已经有许多被荧光所占据 等到荧光占据阵法超过半数时 我们就再也难以抵挡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不知灵道友可有办法 林默宇听出这是大祖老的声音 顺着他的话 看到了阵法的另一端 原本应该完整的阵法 此刻有部分已经变成了银色 许多节点 都被荧光所占据 这些荧光 就代表着玉外天神 忽然间 阵法轰鸣起来 紫光大盛 林默于耳边再度响起大祖老的声音 玉外天神要向一个新节点发动攻击了 我们会进行抵挡 说话间 阵法中无数紫色节点亮起 演化出无数雷霆猛虎 而已经被玉外天神占据的银色节点 也纷纷亮起 化作成一个个被生双翅的玉外天神 雷霆猛虎化作神雷冲杀过去 和一个个演化出来的 玉外天神互相冲杀 发生碰撞 双方在阵法内部激烈交战 他们激战的中心点 就是一个阵法节点 玉外天神要占据这个阵法节点 雷光紫文虎则寸步不让 双方看上势均力敌 不过林默于却看得出来 其实还是被玉外天神占据了一些上风 玉外天神是一个整体 他的力量更加纯粹 而雷光紫文虎这边的力量 则较为分散 有些各自为阵的意思 虽然一时间难分胜负 可若时间一长 玉外天神则能占据上风 最重要的是 玉外天神有恃无恐 因为以紫虎塔目前的力量 根本无法震杀他 所以他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杀死 可以肆无忌惮发动攻击 难怪 这么多年来 阵法尸首已经接近三分之一 再这样下去 用不了两千年 阵法尸首就会超过半数 到时阵法尸首的速度 就会迅速加快 最多在四千年 整个紫虎塔都会被玉外天神所掌控 到时候 雷光紫文虎也该灭了 林默于看着双方争斗 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对雷光紫文虎一族来说 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双方的争斗还在继续 林默于问道 这样的战斗 经常发生吗 大祖老回答道 经常 基本上每过十天 就会发生一次 林默于继续问道 结果都一样吗 大祖老道 不一样 有的时候 玉外天神的攻势并不猛烈 但有的时候会非常猛烈 不好说林默于思索了一下 又问道 都是玉外天神发动攻击吗 你们没试过反攻 大祖老道 试过了 但大多数都失败了 这么多年来 我也没抢回过阵法节点 但屈指可数 林默于继续追问着 那你们抢回来的阵法节点 是不是很快就会再度被抢走 然后你们再也没能 把阵法节点再次抢回来 而且 你们现在的反攻 越来越无力 如果我没猜错 最近千年里 你们没有再抢到过一次阵法节点 大祖老沉默了几秒 带着几分无奈 是的 林默于又问道 而且他发动攻击最猛烈的时候 也往往是你们换人的时候 大祖老恩了一声 算是回答 林默于大概是明白了 这个狱外天神很聪明 在这么多年里 他已经摸清了 雷光紫文虎一族的行动规律 雷光紫文虎不可能用同样的人选 一直阵守阵法 他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换人 除了八位祖老的位置不动外 其他人都会调换 而每次换人的时候 狱外天神就会发动猛烈的攻击 试图夺阵法节点 希望 而且 狱外天神在起初的时候 还会给雷光紫文虎一族 吃些蜜糖 让他们知道自己 似乎还有直到千年前 他彻底把这个虚假的希望抹去 人 这次自己进来了 阵法又出现了一些变动 狱外天神感应到了这个变动 以为阵法又换了 所以他再次发动猛攻 虽然攻击很猛烈 但注意无功而返 这次并没有换人 只是多了一个人 林默于坐在自己的阵法节点上 看着远处的大战 一丝气韵大盗飞过去 落在了其中一个 狱外天神身上 这些狱外天神 都是阵法节点演化而来 却似乎又真实存在 至少林默于看到他们的时候 灵魂中会生出厌恶 这就是大盗给的警示 完成大盗所敌 林默于手中 出现了一柄气韵之剑 气韵之剑无声无 好的好 吸斩出 消失在了林默于手中 下一瞬 气韵之剑出现在那名 狱外天神面前 直接刺了进去 整个过程 比闪电还快 狱外天神根本没能反应过来 笑 气韵之剑刺穿了他的身体 原本正在与雷霆猛虎对战的狱外天神 忽然发出一声尖利的刨他的气息有些下跌 但下跌的不多 和他一样 其他狱外天神的气息也有些下跌 同样下跌不多运 准确来说 下跌的程度不足千分之一 但林默于却是眼睛一亮 有笑 接着刷刷又是两剑 三剑刺完 狱外天神大军的气息又下跌了一点点 踏来 它们之间也存在某种连接 气韵连成了一个整体 既然你是一个整体 那就好办了 林默于想着 掌心中出现了一柄漆黑的剑 剧毒之剑一闪而过 落在其中一位狱外天神分身上 林默于感应道 这位狱外天神的气韵 立即受到了剧毒侵染 随后气韵剧毒 就沿着分身之间的连接 迅速传递给每一位分身 气韵剧毒之剑 以物极必反之理 汇聚气韵 形成气韵剧毒 将气韵剧毒汇聚成剑 持续削弱敌人之气韵 这柄剑 对于同镜强者来说 是十分恐怖 难以化解之毒 可是对于狱外天神来说 效果一般 因为狱外天神太强 从境界上来说 至少也是大道镜 远超林默于 所以 气韵剧毒之剑的效果 并不是很好 不如正常的气韵之剑 可是现在 这些狱外天神 可以看作是 一个个分身 这些由阵法节点演化出来的 狱外天神分身 以一种奇妙的方式 互相连接在一起 看上去依旧是一个整体 可林默于却能感觉到 其实他们还是分散了 若是能对其中之一造成伤害 这些伤害会平均地 传递给所有狱外天神的分身 其实每一位狱外天神 本身的防御 127都不算多强 只是所有伤害 都是由整体承担 所以看上去就变强了 他的亡灵军团 也有着类似的能力 所以他很清楚 如何对付这种连接 若是狱外天神的气韵 是一个严密整体 那么他的气韵剧毒 造成的影响并不会很大 在林默于看来 若是将狱外天神的气韵 看成是1万点 那么他的气韵之剑 顶多也就造成10点伤害 可当狱外天神 把自己演化出100个分身 那么他的气韵值 依旧是1万 但是却分平均地 分配在这100个分身上 而这100个分身 分别拥有一百点气韵值 而气韵剧毒 对每一个分身造成的伤害 依旧是10点 就算有所减弱 打个折扣也有7.8点 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00个分身加在一起 伤害可以达到 相当可观的程度 而且这是剧毒 会持续造成伤害 当然 随着气韵减弱 剧毒的效果 也会逐渐减弱 气韵剧毒之剑用出之后 狱外天神们的气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减弱 好 林默于耳边 响起气急败坏的怒 EFK 吼声 同时他感觉自己 好像被一股邪恶 强大的力量锁定 林默于知道 自己的行动瞒不过对方 自己已经被那只 狱外天神盯上 盯上了才好 最好他自己找上门 省得自己去找他 伴随着怒吼声 狱外天神的分身们 突然鸣精收兵 迅速退走 雷光紫文虎一族 所化的猛虎 正要追击 林默于忽然喝道 不要追 他的声音透过阵法 传入每个人的耳朵 不过林默于的话 显然没用 没人听他的 林默于知道这很正常 他原本 也不是叫给那些人听的 他是告诉几位祖老听的 接着 大佬断然发声 都退回来 大祖老的话就是命令 雷光紫文虎一族的人 立即退了回来 双方再度进入相持状态 看上去井水不犯河水 林默于一时一动 脱离了阵法 回归现实 他发现 八位祖老都用古怪的目光 看着自己 大祖老开口询问 林道友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知道是林默于所为 却不知道林默于如何做到 他看不懂 不修炼虚幻大道的人 很难看明白 虚幻大道的奇妙 林默于道 这些域外天神 其实只是那个家伙 用阵法演化出来的分身 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连接到一起 一起承担所有伤害 所以 每一个分身的防御力都很强 你们面对一个分身 就等于再面对 整个域外天神 所以单打独斗时 你们很难打赢 不过他们虽然是一个整体 但毕竟已经散开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气运散开了 于是 我就削弱了他们的气运 气运一弱 他们的战力 就会大幅度降低 几位祖佬一直盯着林默于 目光中除了震惊 再无他物 大祖佬尼南道 林道友 你懂气运大道 林默于点点头 是啊 这时雷天突然插嘴 可是林道友 你领悟的 不是力量大道吗 林默于随口应道 没规定 只能领悟一条大道吧 雷天的表情 将在那里一动不动 确实没这个规定 每个人只能领悟一条大道 可绝大部分修炼者 都只领悟一条大道啊 就算能领悟多条大道的 最终也只是则奇异精修 每多修炼一条大道 要付出的努力和时间 都会增加数倍 所以他压根没想过 林默于可以领悟多条大道 更何况 林默于领悟的 还是虚幻类的力量大道 他更不会往这方面想 事实 林默于再次打破了他的认知 林默于竟然领悟着第二条大道 而且同样是虚幻类的大道 气韵大道 气韵大道被称为距离修炼者 最近的虚幻类大道 所有修炼者都知道气韵的存在 却难以去接触气韵 也是因为 它真实存在于每一个地方 所以被人说成最容易领悟的大道 可事实根本不是如此 历史上 能领悟气韵大道的 也是寥寥无几 不只是雷天 几位祖老 都如同看怪物一样 看着林默于 大祖老在震惊之余 眼中顿时生起激动之色 这么说来 林道友已经有办法对付他了 林默于摇头道 没这么简单 这个域外天神 与我之前接触过的几个不同 想杀他 估计没这么容易 应该比之前的几只难杀 哄 所有人都如同被神雷劈了一下 全部麻木地僵在那里 就算以雷天这样一族执掌的定力 此刻也变得极不镇定 他声音微微有些发颤 林道友 你说 你杀过域外天神 林默于很随意地点点头 杀过几个 其实他们也不是很难杀 主要是我的境界太低了 所以会有些麻烦 不过 只要抓住机会 还是能杀死的 雷天口中不断呢喃 竟然真的有人能杀死域外天神 妖皇不是说 在大道境之下 无人可以杀死域外天神 最多只能杀死神宠啊 林默于呵呵一笑 事事无绝对 大道之下 凡事都有一线生机 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我想雷天族长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雷天木然点着头 这个道理他自然明白 只是这一线生机有多难 根本难如登天 林默于笑道 如果能杀死这个家伙 几位族老 包括众多贵族族人 都能获得大道奖励 这话一出 几位族老顿时兴奋起来 眼神发生了明显变化